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來到再次收看小A的戰地4武器推薦視頻 那麼今天這個視頻是回應一位網友請求 這位網友希望小A對戰地4裡面非常出名的一把突擊槍做出小A的評估 那麼這把突擊槍我相信大家都熟悉 而且這把武器非常非常多的人用 我今天想介紹的就是ACE-23突擊槍 可以說這把武器是遊戲裡的一大神器 而且小A玩步兵地圖的時候經常被這把武器打死 所以我今天想指出這把武器的幾個優點 還有在小A眼裡認為他不足的地方 從數據上來說ACE-23的傷害和大多數戰地4的突擊槍是一樣 他最高能打24最低能打18 他的射速有點奇怪 大多數的武器的射速在700到900之間 那麼ACE-23的射速每分鐘可以打770法 這射速稍微比M416快一點 但是比AEK慢了很多 ACE-23的子彈飛行速度非常快 他的子彈每秒可以飛620米 他裝子彈速度也非常快 當你子彈都打光了 裝子彈要花3秒 當你槍裡面還有子彈 裝子彈要花2秒 最後ACE-23的後座力也比較穩定 他每顆子彈往上跳0.36 往左跳0.15 往右跳0.25 第一發他的後座力是乘兩倍的 總體來說從這些數據上來看 ACE-23的後座力規律就是他喜歡往上稍微偏右跳 那麼現在小A來說一些ACE-23的特別優點 首先我認為ACE-23的後座力非常容易控制 他不像一些射速非常快的武器 後座力受到左右震動的影響 ACE-23的後座力用起來就直接往上往右跳 但是他往上跳的後座力有一點猛 但是往上跳這後座力我認為是最容易控制 因為你直接把鼠標往下拉一點 至於對往右偏的那個後座力性 我認為除非你在遠距離用ACE-23在砰敵人 我感覺往右拉這個後座力是根本感覺不到的 所以說這麼看起來ACE-23的後座力非常容易控制 第二點我認為ACE-23的子彈的飛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子彈飛行速度快就意味著你可以打很遠的目標 因為當我們攻擊中距離的一些移動目標 我們都在判斷目標下一秒會在哪裡 當我們武器的子彈飛行速度非常慢 我們就要把槍的準心放在目標的預定點放在超前面 但是當你武器的子彈飛行速度非常快 你只要把你的準心放在敵人步兵的胸前一點距離 讓敵人自己跑進你的子彈飛行的區域 不僅僅是對判斷和跟蹤無標好 子彈飛行速度快就表示這把武器 真實戰場上的有效射程可以飛得非常遠 當你遠距離點射的時候 你能保證你的子彈能很快擊中你的那個目標 第三點A423做得非常好就是它的射速 在小A眼裡一般突擊槍射速低於700 我就把它作為一把中距離和遠距離用的一把突擊槍 而一把突擊槍的射速高於800 我就把它作為一把近距離到中距離突擊槍 那麼A423正好在這個範圍的中間 這表示A423打遠距離的距離也好 打近距離的距離也好 它一般都不會輸 它的適應性非常強 雖然說在近距離可能我們對不過一些射速非常快的武器 像AEK法馬斯這種武器 但是對於其他的武器 A423的射速是絕對不慢的 而在遠距離當AEK和法馬斯吃虧的時候 A423還能發揮他的武器的特徵 那就是子彈飛行速度快 還有他的後座力非常容易控制 所以A423的適應性在戰場上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麼最後A423的裝子彈速度是非常快的 他裝子彈只要快2到3秒 我們知道戰地4裡面還有很多好的突擊槍 但是有些突擊槍的致命弱點就是在他裝子彈上面 比如L85A2 這把武器的性能和AX23非常相似 但是L85A2他裝子彈速度要花3到4秒 在實戰中特別是在近距離的交火情況 一位士兵要花3到4秒裝子彈 很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敵人比你先裝好子彈 或者敵人正好轉角看到你 首先把你打死 裝子彈速度快在近距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這表示當你打死兩三個敵人 子彈都差不多用光了你裝子彈 就算新的敵人出來 他看到你你的子彈已經差不多裝好了 就是你不會輕易的讓他開第一槍 我認為A423裝子彈速度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很大的優勢的 那麼對A423這把武器總體來說 我認為他的性能非常像戰地3的M16A3 換句話就是說他有所有突擊槍應該有的優點 但是沒有突擊槍一些妨礙實戰的缺點 什麼叫妨礙實戰的缺點 就是比如說一把突擊槍射速非常快 但他裝子彈速度非常慢 那麼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按照射速快的性能來說 這把突擊槍是適應近距離 但是按照他裝子彈時間長的這個性能 好像他不適應近距離交火 這種情況就是小A常說的武器的性能有點便扭 但是A423沒有這個問題 他所有的優點都可以互相支持 玩家在任何情況下捕捉敵人 而且我發現A423就算你稍微用他噴一點 還是你把它當作為一把點獸武器來用 他的命中力都非常高 因為常常小A自己也碰到這種情況 就是敵人突然跳出來 我沒有想到敵人會從那個地方跳出來 當時候緊急反應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控制我的後座力 也沒有開箭 直接對著敵人噴了 就算在這個情況下 我發現A423也特別特別的準 而且打遠處敵人的時候 就算我沒能把敵人打死 我也能把他打到還差口氣 能把敵人一半的血打掉 小A對A423的唯一的一個不滿意的地方 不是針對這把武器的 是針對設計他的一些人的 我對A423沒有什麼可以說的缺點 我認為他是把非常完美突擊槍 但是我對設計A423這個性能的一些人 要說一句話 就是當你設計這把武器的時候 把那麼多優點都放在一把武器的時候 你還指望別人用其他武器嗎 就是說 戰地四有很多非常好的突擊槍 但是和A323比都比不上他 這可以說是遊戲裡面最好的一把突擊槍 就是因為有了他這個王位 就是作為遊戲最好的一把突擊槍 還會給其他玩家 什麼理由去摸索一些不常用的武器 特別是當所有人都在用A423 或者用A1K 你感覺如果我不用這把武器 那我絕對吃虧的 我相信沒有一個玩家一直喜歡看到出神瓶 特別是對一些新玩家來說 或者對一些不想一直被一些120G的老鷹 欺負那些玩家 總希望自己是一位能殺掉敵人玩家 而不是為敵人填分的玩家 那麼有了23大家都有這個心理 就是我要用最好的槍 因為別人在用最好的槍 那麼這麼一下來我們就碰到了整個地鐵地圖 或整個監獄地圖 大家都在用A1K用A323 沒有人想去嘗試其他武器 所以說有些玩家的遊戲數據 就可以看到他用A1K用A323用AWS 殺了超過三千多個人 但其他武器 連基本的解鎖都沒有出來 那麼小A從自己一個道德觀點來說 我一般是不用A323 同時我也不用A1K還有一些 其他職業的神器 比如MG4 因為我想我作為一位玩戰地 那麼久的一位玩家 而且在戰地四面我已經超過120級了 我完全可以靠經驗 還有靠跑地圖來取勝 我不需要一把沒有缺點的武器 來壓制對方 就算敵人用比如說A323和A1K 我可以用AK12或者我有信心 我能用CZ805或者M416去把它們克制住 因為我認為A323是一把標準的入門武器 它可以算是為一些新玩家 在刷分解鎖其他武器時候用的 當這些玩家對戰地四的一些槍技熟練之後 我認為他們完全可以放棄A323 去嘗試其他武器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 小A自己不喜歡用這些非常牛逼的武器 也是給自己一種挑戰性吧 雖然說有時候 死就是因為小A自己武器的射速 還有後座力跟不上敵人用的那把武器 但是這樣子B小A就是不要硬著頭皮 硬著跟敵人正面衝突 或者跑敵人看著的路線 我可以讓自己思考一下 是不是能跑其他路線來偷襲敵人 這樣子有一種挑戰性 我認為遊戲更有趣 因為在戰地三裡面小A也不經常用 比如說A1K、M16、A3這些大家常用的武器 因為我認為遊戲裡面給你那麼多武器 就是來讓你自己好奇去試用的 換句話說就是我認為我如果一直用一把武器 我會感覺非常無聊 當然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 如果你們自己喜歡用A423 或者你們認為戰況需要A423這種武器 那麼儘管去用這些武器 因為你用A423 就算他多麼牛逼 有些因素還是限制玩家發揮的 比如說一位玩家不會跑地圖 一位玩家喜歡看到敵人就噴 不會用一些戰列 那你也會常常死在敵人槍下的 因為武器不是取決一位玩家技術的唯一的衡量標準 好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也非常喜歡用A423 還是非常討厭一直用A423的一些玩家 特別是一些130、140級的老鷹 他們用這些武器會不會逼你用這些武器 那麼敬請在下面給小A留言 那麼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保重小A下期與大家再見 掰掰